还与中年大叔契约结婚 却不想在饭桌上与鲜肉继子看对眼 一到晚上他就会悄悄溜进女孩的房间 在他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吃干抹镜 依福简单地询问怎么相互称呼 其料继子阿泽尔的脸色突然就阴沉了下去 不太高兴地越过依福质问云德伯爵 这是谁给你介绍的 老伯爵向着做错事的孩子撇开头 你妈妈介绍的 依福也是第一次听说 原来与老伯爵的婚姻是他前妻撮合的 他没有找名门贵女 而是找了一个乡下贵族的女儿 再想想这件事的整个脉络 陛下怂恿孙女的前夫在婚 而孙女没有意义而是帮着介绍 这样奇葩的是正常人真的无法理解 难道贵族真的都这么变态的吗 得到答案的阿泽尔出奇没有发火 他眼神钉向衣服 所以你现在是他的夫人吗 试的所有的仪式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这样礼貌地问来问去老伯爵烦透 你只要叫他阿泽尔就行 然而阿泽尔完全没有理会自己的父亲 那你今年多大了 这么一问彻底激怒了老伯爵 他暴躁地大声呵斥 拳头在桌子底下叙事待发 阿泽尔不想和他炒丛座位上站起 我会告诉妈妈的 我还有点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本以为他就会这样安静地离开 没想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看向衣服 下一次有时间我们再一起吃个饭吧 还有叫我阿泽尔就行 说话可以不用那么拒紧的 衣服呆呆地点了点头 老伯爵实在看不下去 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无礼 衣服不太认同觉得这只是正常的交流 他善善地假笑 别担心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吃饭吗 衣服从早上起来到现在还没进食 胃已经发出了强烈的反抗 老伯爵不同他没有一点食欲 他要先离开 不过在走之前还是不忘来到衣服身边提醒 你吃完我就叫下人接你来我房间 老伯爵色兮兮地看着他 衣服很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心里还是希望老男人可以遵守不孕的约定 吃完午餐他就在房间里悠闲地读书 然而这时门突然被打开 一群侍女涌进了房间 夫人我们听说你今晚要去主人的房间 是啊所以有什么事吗 衣服不解 小侍女一听脸上不是期待就是激动 那个今天终于要度过你们的出业了吗 衣服没想到是因为这个 他其实不太喜欢他们这样过度关心自己的事 烦躁地挠了挠发丝 是不是现在还很难说是出业 可是夫人管家已经吩咐下来了 他让我们为你准备准备 管家都亲自吩咐衣服也不敢说什么 但如果今天晚上真的要把自己交代出去 他还是比较为难的 可以想到这个契约婚姻他又无法拒绝 其实衣服婚前就商量好了要避孕 可后面结婚的一个月里伯爵都没有找他 索性他也就停下了避孕了 现在突然又召见自己衣服实在是很难 夫人你别担心 我们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 你只要好好待着主人他会看着办法 衣服真的无语了 他怎么可能坐着他必须要在伯爵兴盛之前 先他一步提出关于契约协议的事 打扮好的衣服被管家一路领占 看着身上半透明的睡衣 他不禁吸了一口气 果然不出所料今晚是初夜 去往伯爵房间的路上安静的只听的见脚步声 这样故意安排用意实在是太明晓了 夫人到了 管家低头恭敬地为他开门 然而在衣服抬脚的一瞬 管家惊呆了 店里竟然还待着上次那位与老男人交换的女人 她还真的一如既往独特 管家看到此场景整个人慌得直冒汗 衣服看细时地安慰他 管家你也别那么激动 这好像也不是那么值得惊慌的 可是夫人这个 没关系的反正她是让我在房间等着吧 那么现在你先出去就可以 我在里面等等看就好了 说着便不管不顾地将管家招呼走 她大胆地来到那个女人面前 她的取向看起来很不特 她这样奇怪地发言陌生女人有些慌 衣服看在眼里 你别担心我只是揣测而已 但是你知道伯爵什么时候来吗 衣服真的不想浪费时间 她希望老男人可以快点结束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男人这才穿着半场着的睡衣大步走进来 别说胸前的九块腹肌挺羊眼的 衣服这样看过去 她好像还年轻了不少 你怎么再穿 云德疑惑地看着房间里拨出的女人 然而还没等她问出口 便被衣服打乱 你来了吗 你说的什么话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 看着穿得如此性感的小女人 老男人顿时害羞起来 连带着说话都结结巴巴了 然而衣服的下一句 彻底打碎了她的心 你今晚是要和那位女星一起度过对吧 别担心我们不是夫妻吗 就算我在旁边 你也不要觉得难为情 也许是衣服的话过于直白 老男人被她这么一说十分羞愤 心里有点恼目 你到底在说什么 而一开始就认为 她是个有特殊癖好的女人 衣服也只认为 她的害羞是被人看穿的羞耻 为了让她看起来不那么逞强 她觉得自己要保持得更加自然 没事的 我在旁边观赏没有一点问题 她真的为这个契约的丈夫抛碎了心 云德整个脸阴沉的不行 你要观赏吗 所以那是你的特殊癖好 她好像什么也没有说 就被气度误补 她无奈地捂着脸 可在衣服眼里更加证明了 她这是被人发现的害羞使人 那我还是出去吧 云德想了想 要是这是衣服的特殊癖好 她愿意成全 不用你就待在这里就行 那我就稍微观赏一下就走 就这样云德和那位女性 在衣服的注视下干起家 这期间老男人也不忘观察着妻子的反应 衣服似乎在发呆 所以为了引起她的注意 她更加慢用 甚至主动邀请她走近看 衣服可没那特殊癖好 她以腿痛为借口拒绝 这让老男人很不满 惩罚式地走到她身前 在她嘴上咬了一口 衣服有些反感眼疾手快地 把这个恶劣的男人推开 没过多久 她就自讨没趣地离开 小侍女们一直在她的房间候着 知道了伯爵的恶劣行径 一个个都为她把包裹品 衣服本人倒是觉得没什么 为了他们着想吩咐不要乱转 毕竟这也不是很好的事 洗净一身的污垢之后 她躺在了大床上 估计白天的是消耗太多大脑 没过几分钟 她就进入了梦乡 可她再次睁眼 床上竟然多出了一个帅气的男人 男人兴奋地直勾勾盯着衣服 脸上写着的是她看不清的欲望 衣服吓得猛地从床上惊起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刚刚一切竟是一场梦 不过这也把她折磨得够呛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年 衣服早早地起来坐在了化妆间 她今天又要配合着老男人出席皇家舞 每次她都会被小侍女们精心打扮一番 穿的礼裙也是最新定制款 老男人含情默默地牵着衣服入场 在外人眼里 他们俨然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 更何况衣服身上的裙子可是时下最新 因此他们再一次成为了舞会的中心化 可偏偏这样让人舒适的关系 最终还是迎来了结局 云德找来衣服甩出了一份离婚协议 衣服惊讶地拿起协议 不敢相信这个男人是否真的要离婚 这一次云德很肯定 他说他有女人了是他的真爱 竟然是真爱 衣服对此无话可说 但他还是提醒老男人关于他们的契约 当初约定好的如果一方主动提出离婚 那么他就要支付另一方一亿的经历 这样巨大的赔款 衣服不敢确定他会不会及时 然而云德表现得很坦然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衣服并不反对离婚法而愿意配合 毕竟白嫖三年的侍奉最后还能得到一笔财产 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 我无所谓 所以具体的事情需要现在就决定吗 我会派管家找你 你只需要仔细听他说的内容就行 知道了希望资料整理之后 我能马上拿到精神损失费 衣服看着管家拿来的资料 老男人真的再一次亮下了他 虽然一直都知道他的领地和矿山变不全国贵 甚至资产能排上整个帝国前五 可看到实际金额他还是忍不住惊讶 这些足以证明拿出一亿的金币对他来说简简单单 他开始幻想着离婚后的对付生意 在与老男人结婚的三年 他们最亲密的接触就是接吻 要是离婚了他也不用再补手通房 但是思来想去离婚之后还是去姐姐那 他要给可爱的小侄子买礼 想着想着空气中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他以为是伯爵那个老男人 未经允许就擅自进来他真的很讨厌这样 然而他猜错了 来人竟然是阿泽尔 他现任丈夫的大儿子 说实话衣服在伯爵府生活的日子里 一直有一件事让他不舒服 就是经常不归家的阿泽尔 在一年的时间里一半的时间都住在伯爵府 你有什么事吗 阿泽尔眼神深邃的直直盯着他 那样奇怪的眼神衣服见得实在太多 说他讨厌他这个小妈的话 每次吃饭的时候又会准时出现在餐桌上 而且与伯爵发生通众的时候 他又不会把气撒在他头上 但与他处在同一空间气氛总是怪怪的 你觉得我怎么样 发呆的衣服并没有听到这句炸裂的话 阿泽尔你可以再讲一遍吗 我听说你要和我的父亲离婚 所以我想问你和我结婚怎么样 衣服真的惊呆了 不管怎么想都觉得阿泽尔在开玩笑 按辈分讲衣服可是他实实在在的小妈 哪有儿子会对自己的母亲产生刑罚 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可阿泽尔完全不是开玩笑 他知道了衣服与老伯爵的仪器 除了离婚还知道他与父亲完全是清白关系 衣服傻愣地挺着他的话 他一点解释的样子都没有 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始对衣服动手动走 衣服被他倒得面红而视 他咽了咽口水试图拼尽力气把他推开 然而根本没有用 阿泽尔已经彻底陷入了封批状态 猛地将他的身子推倒在了大床上 依然还是这么的可爱 阿泽尔说话莫名其妙 说得好像他真的很了解自己一样 然而阿泽尔没有否认 反而一本正经地说 他是比衣服的丈夫父母姐妹都要了解他的人 说完还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先把你找到真是太可惜 不过你马上就会知道一切的 阿泽尔突然走上前将他推倒 衣服害怕地眯起眼睛 结果他人早就退到了床边 他不开心地朝男人皱眉 阿泽尔反而笑得更加开心 衣服觉得自己都不太正常了 明明应该气氛羞耻 可他竟然还有点享受 要是不能那样 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东西 我想亲吻你这个可以吧 我知道你和我爸爸 平常就是礼貌性地问候 阿泽尔真的太大胆了 衣服招架得实在有些吃力 但在离婚之前 他不想多生事端 男人似乎抓住了他这一点 半推半就最后 他还是成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衣服被他折腾得不轻 躺在床上实在是没有任何力气 你现在可以走了把我累了 阿泽尔莫名地笑了笑 他深情地低头看着衣服的眼睛 你不用担心我会自己看着办的 他说的那么轻巧 就像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衣服躺在床上回忆刚刚的经过 真的太荒谬了 丈夫突然对他提出离婚 可他的儿子知道了 竟然对他表示出好歹 不仅如此还成功诱惑衣服 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 这么支离破碎的家庭 管家阴沉沉地拿着协议找到衣服 你的意思是我明天就可以搬出去了吗 管家没有立马接话 他心情闷闷地一直走神 衣服奇怪地看向他 管家这是怎么了 阿没事明天就可以离开了 夫人你现在只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所有的手续就都完成了 看来对于离婚周围人的打击似乎更大 不过衣服还是很惊讶能这么快搞定 就连一向对伯爵不满的皇帝都应免 所以伯爵这次的爱情无疑是真的 衣服拿出自己的四张 毫不犹豫地盖上了自己的名字 夫人还有这个是主人要我交给你的文件 剩下的文件就是约定好的一亿个金币 分别是以一半现金一半房子的形式给你 衣服拿着这笔巨额离婚 补贴心情不要太好 好了管家这段时间真的辛苦 夫人您说的哪里的话 您才是辛苦 不过您真的要和主人离婚吗 对于这样年轻美貌的夫人管家实在不舍 你别这样我和伯爵的婚姻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爱情 但是您会住在主人给予的首都宅子 协议上说离婚一个月之内要在首都生活 而且一周要和他见两次面 还真是无法理解 所以伯爵提出这些特殊条件到底是为了什么 说是为了规避别人的眼光 可戴在一起不是更加引人注意吗 要不是为了那巨额财产 衣服真的不愿意再与他接触 算了要是只是一个月的话 那和平常相处应该没什么两样吧 字里原本的庸人您要继续用吗 还是要把现在侍奉您的这些人带走 衣服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他们去自己的新房子里工作 对他们来说就是降职 所以他觉得他们不会愿意跟着 然而他错了 听到声音的侍女们激动的从旁边的门冲了进来 他们哭唧唧的请求衣服将他们带走 就算不降职等到新夫人取禁门的时候 他们也会被拍去做些闲职 侍女们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 衣服心软地答应了他们 然而这时又有人来传话 伯爵要和衣服见一面 所以文件全都整理好了吗 伯爵还没料到此时的衣服已经和他没有关系 他吊锒铛坐在沙发上 管家向我说明过了 那么就这样结束吧 试得比我想的还要快 事情结束得很快是值得开心的 但衣服的心里还是有一丝微妙的情感 不是对结婚的惋惜 反而是他成为伯爵夫人所做的努力都结束了 伯爵还没看出衣服的反常 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嘴面 这件事也没必要拖太久 反正我也不担心你 毕竟你这三年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好 希望你能好好遵守我们以后的契约条件 那现在就把之前的契约撕了吧 婚都离了衣服没有理由好对 他当即点头答应 正当衣服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可对面的老男人却突然认真地盯着他看 怎么了 你看起来好像和平时没什么两个 不对似乎有点睡不着觉 衣服脑海里一直想着昨天羞耻的事 老男人这么一说吓得以为他发现了什么 没有只是在想些事而已 这样解释老男人竟然更加兴奋了 迫不及待地询问他在想什么 然而衣服却说是在想以后的生活 毕竟他这么有钱需要好好规划规划 老男人刚刚傻乐的表情瞬间咽了下去 难受地捂住自己的脸 衣服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我们这是要做最后的告别吗 顺便吧 但是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 知道德伊哈云德 没错那你以后就叫我的名字吧 他的行为实在突然 衣服有点搞不懂都离婚了 他竟然还搞这些 多恋恋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话说你有那种奇怪的癖好以后要怎么办呀 老男人今天说的话 真的一次次刷新了衣服的三观 你说的癖好是什么 就是蹦迪的那些事 你不是很喜欢围观吗 搞笑你说我吗 衣服原以为他叫自己称呼名字 是为了帮他保命 现在看来他好像对自己的癖好 真的很难为情 所以你把自己的癖好推给别人 这样做会让你感到很痛快吗 伯爵 是得一 好的得一 虽然你的癖好确实有一点小众 可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存在 没有想到说了那么多 这癖好不是衣服的 那我每次叫你来我房间的时候 你为什么都要带着其他女人过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可能会带其他女人 那不是你自己带的吗伯爵 叫我得一 不对现在比较重要的不是名字 让我冷静地想想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吧 老男人现在脑袋彻底乱了 然而他更没想到的是 他与衣服的婚姻现在就要结束 衣服明天就要搬出伯爵服 那是有名无识的模范夫妻 可因为小妈整得实在太美 仅仅见过一面的妻子便起了坏心思 只要小妈与父亲约会见面 他就给父亲送女人制造他花心的假象 不真的惊呆了 可阿泽尔触碰到他皮肤的那一刻 他并不厌恶反而是窃喜 李芝告诉他自己还没和老伯爵正式离婚 现在的身份依然是阿泽尔名义上的母亲 所以他反抗地推开了她 阿泽尔并不闹 信誓旦旦地询问如果是担心契约的话 他完全可以给衣服想要的一个金币 契约那么机密的事也被阿泽尔知道了 依福实在搞不懂他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这样疯狂的人让他不禁打仗 告诉你我从来不会选择不确定的东西 我只是想要稍微靠近你一点而已 还真是不容易啊 果然依福你依然还是这么的可爱 阿泽尔说话莫名其妙 说得好像他真的很了解自己一样 然而阿泽尔没有否认 反而一本正经地说 他是比依福的丈夫父母姐妹都要了解他的人 说完还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先把你找到真是太可惜了 不过你马上就会知道一切的 阿泽尔突然走上前将他推倒 依福害怕地眯起眼睛 结果他人早就退到了床边 他不开心地朝男人皱眉 阿泽尔反而笑得更加开心 依福觉得自己都不太正常了 明明应该气愤羞耻 可他竟然还有点享受 要是不能那样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东西 我想亲吻你这个可以吧 我知道你和我爸爸平常就是礼貌性的问候 阿泽尔真的太大胆了 依福招架得实在有些吃力 但在离婚之前他不想多生事顿 男人似乎抓住了他这一点 半推半就最后 他还是成功得到了自己想要 依福被他折腾得不轻 躺在床上实在是没有任何力气 你现在可以走了吧我累了 阿泽尔莫名地笑了笑 他深情地低头看着依福的眼睛 你不用担心我会自己看着办法 他说得那么轻巧 就像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依福躺在床上回忆刚刚的经过 真的太荒谬了 丈夫突然对他提出离婚 可他的儿子知道了 竟然对他表示出好歹 不仅如此还成功诱惑依福 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支离破碎的家庭 管家阴沉沉地拿着协议找到依福 你的意思是我明天就可以搬出去了吗 管家没有立马接话 他心情闷闷地一直走神 依福奇怪地看向他 管家这是怎么了 爸没事明天就可以离开了 夫人你现在只要在这份文件上签名 所有的手续就都完成了 看来对于离婚周围人的打击似乎更大 不过依福还是很惊讶能这么快搞定 就连一向对伯爵不满的皇帝都应免 所以伯爵这次的爱情无疑是真的 依福拿出自己的四张 毫不犹豫地盖上了自己的名字 夫人还有这个是主人要我交给你的文件 剩下的文件就是约定好的一亿个金顶 分别是以一半现金一半房子的形式给你 依福拿着这笔巨额离婚补贴心情不要太好 好了管家这段时间真的辛苦 夫人您说的哪里的话 您才是辛苦 不过您真的要和主人离婚吗 对于这样年轻美貌的夫人管家实在不舍 你别这样我和伯爵的婚姻一开始就没有丝毫爱情 但是您会住在主人给予的首都宅子吗 嫌疑上说离婚一个月之内要在首都生活 而且一周要和他见两次面 还真是无法理解 所以伯爵提出这些特殊条件到底是为了什么 说是为了规避别人的眼光 可戴在一起不是更加引人注意吗 要不是为了那巨额财产衣服真的不愿意再与他接触 算了要是只是一个月的话 那和平常相处应该没什么两样吧 衣服想当然的以为 可到了见面的那天衣服再一次傻眼了 拥有天使美貌的女孩只想躺平 就算嫁给年纪可以当爹的男人也无所谓 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男人玩得花 结婚的三年里总爱让他围观他与别的女人蹦 好在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衣服拿到了想要的退休金 就算在离婚的第一月要和老男人见面 为了这大笔的巨额财产他也愿意 那夫人宅子里原本的佣人您要继续用吗 还是要把现在侍奉您的这些人带走 衣服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他们去自己的新房子里工作 对他们来说就是降职 所以他觉得他们不会愿意跟着 然而他错了 听到声音的侍女们激动地从旁边的门冲了进来 他们哭唧唧地请求衣服将他们带走 就算不降职等到新夫人取进门的时候 他们也会被拍去做些闲职 侍女们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 衣服心软地答应了他们 然而这时又有人来传话了 伯爵要和衣服见一面 所以文件全都整理好了吗 伯爵还没料到此时的衣服已经和他没有关系 他吊锒铛坐在沙发上 管家向我说明过了 那么就这样结束吧 试得比我想的还要快 事情结束得很快是值得开心的 但衣服的心里还是有一丝微妙的情感 不是对结婚的惋惜 反而是他成为伯爵夫人所做的努力都结束了 伯爵还没看出衣服的反常 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嘴唷 这件事也没必要脱太久 反正我也不担心你 毕竟你这三年一直以来都表现得很好 希望你能好好遵守我们以后的七月条件 那现在就把之前的七月四了吧 婚都离了衣服没有理由反对 他当即点头答应 正当衣服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可对面的老男人却突然认真地盯着他看 怎么了 你看起来好像和平时没什么两个 不对似乎有点睡不着觉 衣服脑海里一直想着昨天羞耻的事 老男人这么一说 吓得以为他发现了什么 没有只是在想些事而已 这样解释老男人竟然更加兴奋了 迫不及待地询问他在想什么 然而衣服却说是在想以后的生活 毕竟他这么有钱需要好好规划规划 老男人刚刚傻乐的表情瞬间咽了下去 难受地捂住自己的脸 衣服觉得莫名其妙 所以我们这是要做最后的告别吗 顺便吧 但是你知道我的名字叫什么吗 知道德伊哈云德 没错那你以后就叫我的名字吧 他的行为实在突然 衣服有点搞不懂都离婚了 他竟然还搞这些 多恋恋你很快就会习惯的 话说你有那种奇怪的癖好以后要怎么办呀 老男人今天说的话 真的一次次刷新了衣服的三观 你说的癖好是什么 就是蹦迪的那些事 你不是很喜欢围观吗 搞笑你说我吗 衣服原以为他叫自己称呼名字 是为了帮他保命 现在看来他好像对自己的癖好 真的很难为情 所以你把自己的癖好推给别人 这样做会让你感到很痛快吗 伯爵 是德伊 好的德伊 虽然你的癖好确实有一点小众 可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存在 就算不理解也会被人接受 总之我想一定会有人和你有相同的癖好 你也会找到那个理解你的人 衣服说完这些老男人表情差点崩溃 没有想到说了那么多 这癖好不是衣服的 那我每次叫你来我房间的时候 你为什么都要带着其他女人过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可能会带其他女人 那不是你自己带的吗 伯爵 叫我德伊 不对现在比较重要的不是名字 让我冷静的想想我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吧 老男人现在脑袋彻底乱了 老伯爵至今都以为那些女人是衣服带来的 至于目的就是发展她蹦迪小癖好 衣服简直无语为了那份羞耻 没想到老男人把这种事推给自己 不过一向大度的她并不生气 反而细心的安慰鼓励她 老伯爵听完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三年里为了满足小妻子特殊的癖好 她使劲浑身解数 结果现在当事人告诉她一切都是她自己的想法 老伯爵脑袋都要炸了 她慌张的别开脸她需要去确认一下 但是衣服却不给她浪费时间的机会 我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所以接下来我要去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 老伯爵一听很是着急 随即摇响桌上的铃铛呼唤管家 结果管家没来 她刚刚已经出发前往皇宫 至于离婚的手续因为老伯爵提前安排好了 所以去马上就能受理 老伯爵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慌得不行 但是她着急也没有用 现在这个时间管家已经到了皇宫 老伯爵脱力的坐在沙发上 衣服觉得她的情绪十分反常 她关心的问了一句 衣服我有点是需要再想一想 而且有件事必须要问 那时的女人如果不是你叫来的话 你为什么要在旁边围观呢 你是说当时你蹦迪的那些事吗 是的你看着我和别的女人蹦迪为何无动于种 对于这个问题 衣服回答的很果断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爱蹦迪的人 可是你对我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老伯爵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疯了 但是衣服至始至终都表现得十分淡定 衣服你好像对我们的关系有点误 而且就算你喜欢蹦迪也不会改变什么 可是也许中间有改变的 所以衣服你怨恨我吗 不啊那是讨厌吗 也没有 衣服越发觉得今天的老男人很奇怪 那你喜欢我吗 我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 过去的三年我们不都是彼此尊重的吗 从异性的角度看 我也从来没有往对方面想过 况且我们契约上的条件 不是写了不要关心对方的私生活吗 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 你说的没有问题 反正现在契约也结束了 衣服这三年你真的辛苦 两人欢笑地握下了婚姻里的最后一次手 衣服再见了 我会给你写信的 老男人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衣服 第二天离开的时候 是你们早早就为衣服梳妆打扮 图事以及精神状况比去皇宫参加宴会还要好 他顺利一步一步走出伯爵府 在壮观的送行队伍中去到了新的别墅 他真的很幸运 在首都的三年当了有名无识的伯爵夫人 现在就完好的变回了自己 不同的是他拥有了一笔负货的财产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才过去四天 他和老伯爵离婚的消息就不进而走 可恶的是新闻里的衣服成了恋爱呢 他的形象和小说虐文降至女主一般 衣服好不容易的好心情就这样被缴乱 但是有婚后契约在他也不能任性 他把这些全都怪罪在老男人身上 在他看来他就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自由身 虽然对他十分友好 可衣服却忙得不行 贵族圈子里的信件多得都快要把他淹没了 看着墙上的钟表见面的时间到了 衣服起身吩咐侍女准备外出 他和伯爵在繁华的街道见了脸 衣服实在高兴不起来 刚在新闻上成为重点观止 现在还要在众路魁魁下跑出来露脸 这简直就是射死现场 老男人红着脸大声与他打招呼 衣服倒是觉得没什么一如既往的原因 正伯爵 在他低头坐下的时候 刚好瞧见了老男人厚厚的黑眼圈 衣服我有些事情需要向你打探 你的脸色似乎不太好 但是依然很帅气吧 老男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有嘴花舌 衣服完全不上套 你要是很忙的话可以取消约会的 可这是和你见面的日子 我怎么可能忍心那样做呢 衣服真的不理解 做这种事对彼此都没有任何好处 但离婚的消息是不是传拍的有点快 大家现在也不会抱着积极的态度看待我 哎呀反正传闻随时都会认 你不用放在心上 老男人虽然不担心可衣服 却很担心会牵连自己 话说回来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正在适应新家 还在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来信 怎么连你也会收到信件吗 是的让我真的非常疲惫 你能无视掉的话 其实也就没那么烦人 老男人非常平和地建议衣服 可那些就不是衣服能无视的家族 这样啊 那要不我来帮你处理吧 衣服求之不得 毕竟大家最关心的只是老男人这个人 也许等他真的重新恋爱了 衣服也就能稍微轻松一点 得以我其实不太明白 你为什么要在离婚后提出见面的约定 而且为什么总是否认你找到了真爱 衣服自从收到离婚的分手 他就没有想过两人的后续 老男人妈撒着关节 犹豫片刻终于向衣服吐露了心声 其实我很喜欢 衣服听到这样的结果停顿了两秒 这个前夫哥竟然在离婚后向他表白了 衣服显然不相信 第一反应就觉得这男人在开玩笑 老男人害羞地解释说自己是真心的 衣服简直被他无语死 所以你这是打算脚踏两条床吗 得以不太明白 你不是为了找到真爱才离婚的吗 现在是要把我当成情妇吗 衣服你就是我的真爱 我想要和你重新开始 所以你说的重新开始就是离婚 衣服被他的做法感到很离谱 但得以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是弃约 第一步就走错了 所以他想要通过离婚重新开始 他觉得这样衣服会对他有不一样的想法 之前他恍然间明白了自己对衣服别样的心意 但为了见到他 得以还是继续与其他女人鬼魂 我对这些无理的行为感到抱歉 看着得以十分诚恳的样子 衣服脑海里不禁想起了那晚的阿德尔 他也是如此的奇怪又自信 衣服还是觉得很突然 毕竟得以可是在第一天就说过不喜欢他的长相 老男人笑呵呵的解释 他是慢慢喜欢上衣服的 对于他的美丽并不像外面那种 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 归根结底老男人还是因为脸被吸引 但衣服可不认为他一个月就能让自己爱上 对于这个得以莫名的很乐观 按照他的话说只要和他见面就可以 要是最后还是没有相互喜欢上 他也不会死缠乱拔 虽然他说的很轻巧 可衣服却觉得罪恶感满满 他可是白白拿到了免费的分手费 可老男人结束见面衣服的心情 却糟糕到了极度 侍女在一旁询问要不要取消下一个行程 衣服觉得还有时间 当初他定下这个行程 就是为了减少和得意见面的时间 他可不想被得意的节奏命 他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衣服的心情很是糟糕 他按照行程约定来到画廊 看着墙上出色的画作 他糟糕的心情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底的放松 衣服原本只是因为兴趣投资画家 期间资助过很多心愿 但都没有可以比这个画家更吸引到他 不止这幅画其他画更是了不起 在离开之前衣服准备将它买下 不过他走了这个画家将会失去资助人 衣服觉得对一个优秀的画家是十分可惜的 那幅画是你要买下来吗 一道清脆的女生从空气中响起 衣服呆愣地转头望去 映入眼前的是一位穿着高雅的女士 我很喜欢这幅画 所以你可以考虑把它让给我吗 让给你 衣服并不认识这位女士 但看着身上高级的衣服以及十分干练的云造 很显然它是地位非常高的贵女 是的 这是我一直都关注的作品 夫人不好意思 我对这幅画也是心意 你可以去看看其他画 可是我就只想买这幅 不能想想其他别的办法吗 女士十句话九句都是在表达对画作的喜欢 衣服没想到她会来拜托自己 她自己虽然很喜欢 可以想到她马上就要离开手 她决定探探女士的口风 最好给这位画家找到下一个资助人 她举手让工作人员下去 既然夫人如此喜欢 那你觉得这幅画好在什么地方 女士抬头看向画下 这幅画让我看到了记忆中天空的样子 是一样的美丽让人书信 从她的简单描述中 看得出她对绘画也是有着蒙厚兴趣 后面的聊天也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最重要的是她的财力也是相当 如果她去资助画家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于是衣服建议女士可以看看画家的其他作品 没想到她的小心思却被她一眼看穿 衣服下的一个机灵 女士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好对付的人 衣服决定直接表明观点 夫人对资助作家感兴趣吗 结果女士却说她没有涉猎过 她自己有美术馆 至于看中那幅画只是因为她影响大 而接下来要不要资助画家 她需要去看看她的其他画才能决定 但是衣服明明不知道她的身份却如此相信 甚至还告诉她那么多 女士有点不太明白 她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按照衣服的性子 她确实不会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说那样的话 可三年来她在社交圈早已练就好了眼力 现在只要稍微聊上一两句 她就能大致把握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你说的话总能叫人开心 所以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可我并不能帮上你什么忙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架势 衣服直接拒绝回答 可女士似乎很想认识她 她再次伸出手表示她只是想和她交朋友 由于小灰衣服伸出了自己的手 你好我叫衣服杰娜 听到女孩的名字女士会心里想 我叫莉莉塞拉丁 衣服猛的回神塞拉丁 那不就是前夫哥的大王 阿泽尔的亲生母亲 我知道你是和德伊刚离婚的夫人 还真是太巧了 衣服整个人都猛猛的 她竟然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叫我爱丽修斯就好 我也跟着叫你衣服 可是这样真的可以吗 我怕外面传闲话 你说的那些关心总是随之而来的 衣服你没必要去在意 这处事的态度简直和老男人一模一样 不愧是夫妻 衣服我很喜欢你 我从阿泽尔那里听说了你的很多事情 也了解到了你是德伊很珍惜的女孩 现在看到本人我也不得不承认 衣服你确实比我更加合适德伊 然而正当两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 小公爵阿泽尔竟然也来了